傅昆琦 哇 這個千呼萬喚呢 今天說是要去中國 在下午兩點半的時候呢 好 早上呢 還特別假動先去表決完 但請教一下益川哥 下午到中國要預告說 重頭戲在禮拜六 怎麼你要去見誰 什麼行程你都不講呢 你到底是要看誰 有什麼樣的重頭戲啊 今天這個阿波阿 阿仔啦 你歡迎標關廖 這個兩黨總督傅昆琦就率團 要到中國去 這次去的團員傳出來有17位嘛 騙佈全台灣 騙佈全台灣 後來說有10個 後來說8個 就騙17個 從雞人開始都有 雞人 新北 新敵 苗栗 這個什麼 花蓮 台東 金門 媽祖 原住民 不分區 都有啦 都有 那這一次去呢 當然幾個觀察的重點 他們當然是先處理觀光 剛剛因為最近習近平有說 中國公安科要來台灣了嘛 但是呢 昨天朱鳳年又說不是啦 是台灣要先開放 現在他可能就去答應說 好 我們回去啊 先叫台灣開放 你們要趕快來喔 這第一 不是不是說他們那邊要送大禮嗎 沒有啊 要求你們那個什麼交通部引號 引號交通部 趕快開放 他就回來了 現在 當然這團兩黨總督帶隊的 他就會說 OK 我們來處理 第一當然就是 針對個別縣市的龍魚產品 我們現在有一些去用 封鎖起來 就把解禁 人情都做副軍事 這團下來之後 國民黨 正式跟共產黨對接的窗口 就是副軍事了 不要叫沒有了 朱立倫也沒有了 因為這團帶17個 封鎖17個 後面要跟大團的 就像韓國瑜 那韓國瑜可能是暑假去 那搞不好越累積越大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這禮拜 五 六 日 三天下來 現在大的就是副軍事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一團會最多 因為後面還有王金平 還有韓國瑜 可能帶著都沒有17個人 那王金平沒辦法啦 王金平沒管理啊 王金平回來會發不走嘛 韓國會有辦法嘛 因為韓國會我就處理 有一些法案在協商啦 他主持會議 要讓他往前走 要讓他停下來 要喊散會 要怎樣 他是院長嘛 所以他可以處理 所以累積到這個禮拜天結束 應該這個副軍事就站穩了 兩黨總督的角色 你想像他今天民眾黨也是嘛 八個月的中午提早去吃午餐嘛 所以他也都弃拳啦 沒有逃脾了嘛 竟然說他要拿早餐而已 哦 整個這樣 黃國三國幾個 講起來 來來來來 八八九 好 但是今天去的這一些 這個立委 當然啦 我們他們去是 是要去領聖職 領聖職 接職 那接職要說什麼 接職 會怎麼樣 什麼 黃恩三位 高中的我沒什麼樣子 就是說去接職 還是有什麼命令要下 還是過年 沒有領著紅包 要去拜年 領個紅包 各式各樣的可能 招職 每一個立委 去的訴求都一樣 還有一些也有都會區的去 你像那個王鴻圍也去 對 我說我去我是覺得怪怪 啊他們要去那邊幹嘛 那麼多個人要去 你說王鴻圍也去 那都會區的幹嘛去 都會區的 我看現在就是王鴻圍嘛 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一般 看起來就是跟 有原住民立委 新科立委 羅民財新店的 這也算都會區的 這也有去嘛 這個 雞人林佩翔 林佩翔也有去 林佩翔也有去 鄭君也有 新的鄭鄭前嬌 徐昕淫 原住民的黃仁嘛 盧憲一 不分區 不分區的翁曉玲 翁曉玲 林佩翔 這都有 這都有去 所以 這一拖下來 其實就是傅昆奇 展現他的實力 也順便跟這一個 中國講說 我可以帶這麼多人去 那跟去人 基本上 就是傅昆奇的 小弟而已 好所以你看傅昆奇 如果去中國 是要領紅包嗎 還是領什麼大禮呢 傅昆奇說 哎呀明天 禮拜六 就是重頭戲了 但我們請教小芳姐 因為你看 原本說十個人 低調的不得了 說八個人 現在變十七個人 現在傳出中國會送上 農漁合作大禮 這麼怪喔 傅昆奇昨天很浪漫 說一句話 黎明前的黑暗 總是深邃的 再深的火烤都會承擔 然後就很開心去了 今天很多人 背了小背包 還怕說 好像很招搖 什麼之類的 還不敢帶行李箱 結果問說 你們要去哪裡啊 見誰啊 大家都很低調說 副總召回答就好 幹嘛那麼低調呢 大家都知道啦 是啊 原來他們這些立委 今天早上去立法院的時候 每個人為什麼背上小包包呢 因為要捲住郊遊 因為要背上小包包 洗淫四二六啊 今天正好是四月二十六號 那他們要去中國 要做什麼呢 這個傅昆奇就跟大家講了 哇 在黎明前的黑暗 讓我來解決啊 花蓮現在農特產品賣不出去的問題 老實講啊 花蓮現在的確是農特產品賣不出去 那賣不出去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台灣人正在幫忙 你知道農業部早就在大概幾個禮拜前 就已經 零四零三啊 這個地震剛發生沒多久 農業部就已經在幫忙花蓮的農特產品 在推銷 希望台灣各地啊 因為我們大家可以幫忙花蓮的農特產品 那但是傅昆奇那個時候並沒有幫忙 現在才突然間啊 用農特產品來做藉口 用花蓮的這些啊 所謂的災民來做藉口 他硬是要在花蓮的選民 最需要他的時候他硬要去中國 為什麼 老實講啊 剛才講到有離島的啦 有原住民的啦 還有一些不分區的 然後盛局還有一些都會的立委 這次本來說是五個 本來說是二十個嘛 後來因為大家在那邊踏伐 後來說成五個 然後後來又變成十個 然後又變成十七個 後來投完票之後才去 你仔細去分析他們的結構 他的什麼結構 他的選民結構 這一些 我回答剛才啊 一川哥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王洪威敢去 因為他的選民結構 他覺得 他就是要踩深藍的啊 他越藍越好 然後他只要中國在後面來幫他 他在他的選區就有下一次 所以本來這些人還在觀望 觀望傅崑奇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的力量 能夠帶領的 能夠好的作為馬英九之後台灣的這個新的共主 那我覺得現在很明顯的 這些人一旦踩出去以後就告訴我中國 我們花蓮王我們傅崑奇啊 他已經從花蓮王正式升格成為台灣王哦 所以以後中國你如果要找國民黨 中國你要找台灣的買辦 你不用找其他人 找我傅崑奇 我傅崑奇來處理所有的事情 不是啊 那你看傅崑奇不是說嗎 我們化解兵凶戰威還要背罵 感覺起來 也是說要中國幹大事的啊 那這一票立委也很開心啊 就這樣跑過去了 那你看今天在立法院這個畫面 啊幹嘛那麼低調啊 陳昱正有趣 就這樣子 嗨嗨嗨 然後就趕快上小巴了 你看哦 而且還背背包耶 問他說你怎麼不帶行李箱 啊幹嘛那麼低調 不是要幹大事嗎 不要假啦 他們的行李走另外一台車 載去桃園市場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行李哦 這大人物在出門 還在自己縮行李的 行李走就都去了啦 不是三天兩夜 是要帶多少東西 要不然行李箱也拉著就算 沒有 他們回來還會帶很多啦 那在正式場合耶 去到北京 換裝喔 要送北京 要走 怕什麼呢 怎麼穿菜穿 那都穿裝打扮耶 我再補充一下 過去哦 其實藍營的這些縣市酬長 其實過去在 他們也曾經有一個模式 叫藍巴線的一個線 還記得吧 藍巴團 藍巴團的那個時候 過去 中國 他們要來到台灣 那他們就會直走 藍營的那些的縣市 這一次傅崑奇 傅崑奇他去 他絕對會跟中國方面講 你看我現在 我在立法院裡面 我鬧成這個樣子 然後跟我來的 傅水組織又有17個 這個至少有16個委員 以後呢 我們在台灣的立法委員 只要看我的傅崑奇的面子 我話罪會堅當 所以啊 我這次去中國以後 我相信他可以 帶回很多的伴手禮 譬如說中國的團克開放啦 然後 比如說這個 還有另外一些這個 跟中國相關的一些利益啊 比如說 ECFA之類的 但是他要把台灣的利益 到底要奉獻出去多少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大家 是開玩笑的 Winni